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期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就是米丁 尤金等人对基建论派和辩证法派否定列宁哲学的倾向进行了批判 形成了这个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三派也是使哲学真正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也就是最后的这样一个时期 那么在这个1924年的时候 1924年的时候斯大林就在这个认列宁主义基础当中 就提出了这个研究和发展列宁主义学说的任务 同时呢苏联还成立了这个列宁研究院 列宁研究院开始对列宁这个思想进行研究 那么到了1929年到了1929年 有两个事件推动了列宁哲学的研究 一个是列宁的这个哲学笔记的发表 为进一步研究列宁哲学确定列宁哲学地位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就是说它有这个有一个著作啊 这个文本啊作为依据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要求苏联哲学界突破损学所的研究 要求面向现实 就是要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提出的问题啊 开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研究 那么这样的就是由于这样一个是这两个事件呢 所以在苏联哲学界引起了一个新的认战 新的认战 这个青年哲学家呢就是一个是以德伯林为首的啊 那么另外一个的是康斯坦丁诺夫和尤金 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和尤金呢 当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 当然后来他们活了80多岁啊 就是时间很长 但是这个当时呢都是这个很年轻的一代哲学家 他们就为这个围绕列宁哲学啊 发生争认啊 发生争认 当时德伯林的这个主要观点呢 就是说列宁啊 他的最主要的贡献呢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于实践 付诸于实践 而这个 而这个康斯坦丁诺夫他们认为呢 就是说就是从两个方面批判德伯林的观点 就认为啊德伯林没有看到列宁的哲学观点于普利亚诺夫哲学观点的区别 就是把它简单的看作是普利亚诺夫哲学的一个应用 他说没有看到啊 列宁哲学啊 是和普利亚诺夫哲学根本不同的 呃 就是说列宁呢 虽然是普利亚诺夫哲学遗产的继承 但是呢 呃 他是清除于难而胜于难 就是说列宁哲学啊 超过了这个普利亚诺夫的这样一个哲学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认为德伯林混淆了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辩证法的这样一个区别 没有看到这个马克思辩证法的这样一个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样一个批判 后来这个 呃 这个这些观点后来这个区分以后啊 就这个真认后来呢 就是斯大林做了一个定认以后啊 做了一个定认以后呢 就整个苏联开展了对德伯林的一个批判 呃 开展了一个德伯林的批判 呃 当时主要的批判德伯林说他是维伦认的 呃 除了批判他的这个哲学观点以外 就是他没有看到这个差异辩认法 呃 这个差异就是说很多这样一些观点以外 那么很主要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说他们完全是学究性的 就是说不联系苏联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啊 进行哲学思考 进行哲学思考 就是完全都在这个哲学的这个概念里面去推 而当时的这个苏联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呢 急需要进行这个理论的开阔和总结 就需要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 而他们刚好就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老是在这个辩认法里面啊 推去推来的 所以后来呢就说实际上批判这个德伯林呢 就是要改变当时这个哲学 苏联哲学的这样一个学院派的这样一个研究风 研究风气 所以后来呢德伯林学派呢就受到了批判 呃 当时呢德伯林学派受到批判以后呢 德伯林呢在这个1931年的时候 在这个真理报上写了一个声明 就承认了自己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站在穆斯维克的这样一个立场上呢 这个维新主义立场上了 呃 1933年呢 他又在这个共产主义学院研究所的这个纪念 马克思四十五十周年的一个科学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 呃 承认了观点 并且呢 号召这个德伯林派的成员呢 改变自己的观点 呃 后来呢 他又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自我批评 呃 德伯林做了自我批评以后 苏联这个德伯林派呀就分化了 就分化了 就说有一部分人呢也承认错误 这样呢 他们就依然留在理论界工作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 不肯承认错误 后来就被革职了 就离开了这个苏联科学院 苏联科学院 呃 那么这个 后来德伯林后来到这个最后晚年 因为德伯林活的时间很长啊 呃 一直活到那个斯大林去世以后 他还活着 所以他又写了一个书 就写了一本书 在这个书的前沿里面呢 他又说 自己当时是被迫承认错误的 实际上他自己没有错 呃 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方案 呃 就是 这个 这个德伯林 那么苏联哲学界 对这个德伯林的这样一个批判呢 在 各国的这个哲学界 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这个德国 英国 美国等国家的共产党呢 都是支持德伯林的这个苏联啊 对德伯林的批判的 呃 而在中国呢 最早是20年代初啊 就是沈志远在近代哲学批判当中啊 也指责了德伯林的维新主义色彩 到了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 这个李达在这个矛盾论解说 艾斯奇在这个变种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中啊 也都批判了德伯林学派 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原理教科书里面 你们到时候翻一翻啊 里面也有对这个德伯林学派的这样一个批判 可以看出来这个苏联哲学啊 当时啊 他整个在这个共产国际当中的这个地位啊 对各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啊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时期啊 他所取得的这样一个哲学成就啊 哲学成就 这个从这个苏联本身而言呢 可以说我们可以讲到 整个的从29年到30年代中期啊 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呢 都是以列宁哲学的研究为重心 把和这个 把他和这个马克思恩和斯著作啊 把他结合起来 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啊 都探讨了这个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首先他是肯定了 这个列宁哲学啊 首先是肯定了列宁哲学 有列宁哲学 实际上这一点啊 是很重要的 你比方说我们说 这个苏联哲学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时没有哪个认为 就是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 别人不会认为啊 把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归到这个马克思恩和斯的哲学里面去 而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 这样一个哲学形态 这一点呢 应该归功于对列宁哲学的研究 因为你散识了列宁哲学的理论 和它的一般性特点 所以谁都不会把列宁哲学 后来没有人把列宁哲学 归到这个马克思恩和斯里面 而是把它看作一个阶段 一个20世纪哲学的一个起端 一个起端 你整个它影响了 这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包括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苏联哲学的这样一个批判 对苏联哲学批判 它也成了理由一个苏联哲学 而不是一个 这个马克思恩和斯的 这个哲学的一个 简单的这样一个应用 所以实际上当时 有这个列宁哲学 这样一个阶段 以及它对20世纪的影响 是和这一个时期 对列宁哲学的 这样一个一般性的 普遍性的一个散词呢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讲的 我强调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涉及到 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研究当中 缺乏这样一个 普遍理论的一个提升 所以你说这个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我们碰到很多外国学者 不知道你们中国马克思主义 到底和苏联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这个理论 没有把它提升为 一种普遍性 来加以善识 所以你没有告诉别人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理论 你到底是什么理论 我看了半天 除了应用 我看不出来 你有什么理论特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我们自身需要克服的 所以我强调这个 那么在这样一个 对列宁哲学的研究当中 它取得的这样一个哲学成就 取得的哲学成就 第一个成就呢 就是以列宁的辩证法 逻辑和认识的三者一致的思想为重心 对列宁哲学进行了深入的这样研究 深入的研究 这个研究呢 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就讲了 一个呢 它肯定了列宁有自己的哲学 有自己的哲学 这个哲学的特点 就是强调辩证法逻辑和认识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 图出了列宁哲学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这样一个 逻辑和认识论的这样一个研究 是不是就看出来列宁哲学和普利亚诺夫哲学的一个不同的特点 普利亚诺夫哲学 它的重心是什么 是历史唯物主义 它对辩证法认识这个部分呢 它是没有研究的 就是没有充分的发展 而列宁在这个部分是充分发展起来了 所以体现了列宁哲学和普利亚诺夫哲学 他们在整个研究的领域和方法认的这样一个核心上呢 它是不同的 第二个呢 是对这个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的这样一个研究对象啊 进行的这个研究 以这个列宁的思想 散发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 提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 和用辩证逻辑范畴 反映真正的现实过程的认识认发展的最一般的学说 这样呢 就强调了这个辩证法呢 和逻辑学的这样一个关系 可以说呢 这一个方面呢 强调了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认识认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世界观功能 这个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唯物辩证法呢 后来成为一个最主要的这样一个理论形态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功能 就强调 这个苏联哲学家认为 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是世界观 同时还具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功能 也就是列宁啊 在这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以及任战斗的唯物主义里面 所强调的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党性原则 党性原则 那么这个哲学的这个党性原则呢 就是说它主要是指什么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 就是说你这个什么叫哲学的党性原则 它首先作为一种世界观 首先作为一种世界观 是坚持唯物主义立场 还是坚持唯物 唯心主义立场 是坚持辩证法 还是坚持形而上学 首先它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了解答 然后才是意识形态 是因为就是列宁在散发这个问题时候 是强调什么 它之所以能为成为无产阶级的 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是因为它在哲学上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就是解决了这个唯物主义立场 还是唯心主义立场 是坚持辩证法 还是坚持形而上学的这样一个观点问题 不是说把它简单的和这个政治啊 意识形态把它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用这个普利安诺夫的这样一个分析的话 这样一个结构分析 我们讲它的思想体系里面 包括什么 一个是认识因素 一个是价值因素 一个是职能因素 是吧 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意识形态是它的职能因素 就是它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 那么它首先建立在什么 它在认识因素上 就是说你要是首先是真理 然后你才具有这个意识形态的 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 如果你缺乏了这样一个认识功能 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真理性 你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它说坚持这个党性原则的时候 它是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强调了 它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解决 这是哲学自身的 你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还是唯心主义立场 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坚持行而上学 这是两个哲学问题本身的解决 然后才是指它作为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作为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世界观的 这个和无产阶级 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这样一个原则的这样一个意义 所以它是分了层次的 这一个呢也是他们这个在当中研究当中提出来的 就是散发列宁的这样一个思想 这是一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成就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开展了这个哲学史的研究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这样一个思想资源 这个苏联哲学我们说它原来就是从俄国哲学开始 他们都强调这个哲学史的研究 比方说对这个黑格尔哲学 康德哲学 对这个整个西方哲学史的研究 俄国哲学史的研究 包括印度哲学史的研究 他们都这个就是都作为他的这个理论研究的一个一个基础 那么在二十年代开始了 他们又开始在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著作当中啊 又开始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所以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了 真正的创立是苏联哲学 二十年代创立的 而这样一个创立的学说的发展呢 又推进了这个整个的 他们对西方哲学史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样包括这个俄国哲学史的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在当时呢 这个韦老子这样一个研究啊 他们出版了这个《列宁全集》的三十卷 和《列宁文集》的二十九卷 同时还出版了这种东方的各名处的哲学史 和思想史的著作 所以从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著作当中呢 可以说从这些著作当中啊 他们的辩证维吾主义 历史维吾主义啊 是从哲学史上吸取了很多的 这样一些思想资源 所以如果不了解他们的这个哲学史研究啊 你也没办法这个了解他的这样一个 辩证文集和历史维吾主义的原理体系 你就会把这个辩证文集和历史维吾主义的 这样一个研究啊 变成一种框架 一种功力 这很功力 就是你一旦脱离了这个哲学史 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从哪来的 你比方说这个讲这个物质概念 讲物质概念 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公式 但是你一旦放到哲学史里面 你就可以考察整个维吾主义 就是哲学史从早期到后来 它的这个发展 这个物质概念是怎么从一个 这个对史源问题的一个说明 转变为一个认识问题的 转变为一个认识问题 所以你就看不出它的这个逻辑线 说你这个时候把这个这个东西 我把它背下来了 但是我根本不理解 为什么列宁在这个东西 在这个定义里面啊 到最后的定义 就是说这个物质是一个 这个表达这个客观存在的一个哲学范畴 这是个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它在认识认的定位上面 它进行了哪些革命 包括对自然科学和哲学关系的 这样一个重新分析 所以你如果脱离了这样一些背景 它的这样一个哲学史研究啊 你就不知道它把这个话提出来 是一个什么意思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它的这样一个研究基础啊 也要求我们什么 结合哲学史啊 来理解它的这样一个 对哲学原理的这样一个散发 或者说哲学史是它的 整个的这个思想资料和内容 而它的这个辩证维吾主义 和历史维吾主义 只是散发这些思想资料的一种形式 一种哲学的这样一个抽象形式 只有这样来理解 你才知道看到这个苏联哲学啊 这个时期的整个的风貌 所以要结合这两个方面的这个研究 那么斯大林写的 那么辩证维吾主义和历史维吾主义呢 就是在三十年代 二十年代末到 就是从二十 实际上是从二十四年开始 一直到三十年代这个中期啊 研究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开阔 一个开阔 那么在这一个书当中呢 我们讲了这个斯大林的这个研究啊 它是从 它是这个斯大林研究啊 它是在这个 是为1938年9月 为联工部党史简明教程的四章二节写的 所以又把它称为四章二节 我们上面讲了 那么在这个章节当中呢 它是规定 这一章是斯大林写 为什么是斯大林写呢 因为规定这个四章二节 第四章第二节呢 主要是认述这个布尔斯 威可党的哲学理论基础 那就说 你布尔斯威可党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你所要三民的这个基础是什么 所以斯大林呢 就对整个的这个苏联哲学啊 他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开阔 就把它定位于变种文化和历史文物主义 在这个里面呢 就说 他把这个做了一个开阔的 主要是这个 整个著作的内容啊 我们可以 就是说我们分析的话 可以把它开阔为四个方面 一个呢 他提出了辩证文物主义的理论结构 理论结构 就是斯大林把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他首先做了一个区分 他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他本身 他本身呢 有一个辩证文物主义和历史文物主义 要把它区分开来 同时呢要把辩证法 辩证法作为一个方法 也要把它区分开来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区分呢 所以他就把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结构啊 分为三大块 一个是辩证法 一个是唯物论 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 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这样一个三大块呢 他就在这个 在这个论辩证文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面 就一次的分析了这三大块 那么他说这个辩证法 因为他把辩证法和这个唯物主义 把它区分开来了 那么唯物主义呢 是一个这个辩证法呢 他认为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方法 所以他就说这个 唯物辩证法里面呢 有一个方法认的部分 那么在方法认的部分呢 他就把它就是 把辩证法开口为四个特征 就从方法认的角度啊 开口为四个特征 一个是普遍联系的学说 一个是运动和发展 一个是量变和质变 一个是内部矛盾 这是开口为四点啊 我们不展开讲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容 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 这是他开口的 第二个 再一个呢 就是第三个方面 他就是对唯物认进行的研究 他强调唯物认是世界观 唯物认作为世界观呢 他是开口为三个特征 一个是物质 世界是物质的存在 第二个呢 是人的认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应 第三个呢 是人的认识 是可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的 开口为三个 三个这个特征 我们看到啊 辩证法是四个特征 辩证法四个特征里面 后来有人批评这个斯拉林 就是他里面没讲 否定之否定 就是他讲了这个 普遍连续运动和发展 讲了量变 质变 讲了内部矛盾 但是他没有讲否定之否定 当然这是细节上的这样一个批评啊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唯物认 就是唯物认呢 他是把这个 一直讲这个物质的存在 第二个是讲 能得认识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应 再一个能得认识 是可以把握自然规律的 就是他能够认识到自然规律 实际上是对这个 哲学基本问题的 两个方面的一个解答 首先是回答他是物质的 然后第二个强调 他是可以认识的 是可自认的 是吧 这两个方面 第四个呢 他就散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的观点 主要的是散发了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什么叫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他强调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呢 是地理环境 能口和生产方式的总和 其中的生产方式是起决定因素的 这个你们在园林里面都已经说过的 我在这儿强调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和这个 普利亚诺夫讲的地理环境学说把它做一个区分啊 我们再比较一个区分一下 普利亚诺夫是把地理环境和人口不作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他是说什么 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前提 是不是这样的 他是作为自然前提 是不包含在社会这个物质条件里面的 而斯大林在这儿呢 他是把它包含到这个社会物质条件里面 只是强调在社会物质条件里面呢 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 而这个地理环境和人口呢 只是什么 只是这个 使生产方式啊 发生一种这个量的这样一个变化啊 就是只是对它的外貌啊 会起作用 而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你们可以把这个变化物质和这个历史文物主义 这个原理教科书看一看 基本上是按照它这个观点来的 那么这一个呢 所以后来就 人们就忘却了这个地理环境的研究 包括这个布哈林 布哈林在强调体系和这个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也是把自然界作为一个社会之外的因素 就强调啊 社会是和这个自然之间啊 是不断的发生能量 能量这个交换的 如果这个社会不能从自然界吸取能量的话 社会是不能发展的 社会是不能发展的 所以要强调这个社会和自然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 实际上都受了当时的这个地理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啊 地理学环境 新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地理学的影响 包含着一种 我们今天来看来的这种生态环境 就是说能不能只能考察社会之身的发展 你必须要看到这个社会发展和自然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种虚小小的会 是尽商脑ись 到这种目标